在分开后的第五个月 我收到了孩子的第一笔抚养费 一共是2000元 既然对方可以发了视频 我也帮你证明一下 这次是终于给了 也谢谢一直帮我发声的姐妹们 另外视频里面提到了要多给 我在这里也公开表个态 既然走出了这段关系 大家各自旅行义务就好 我能靠自己就绝不伸手多要一分 希望对方是真的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不要迫于粉丝压力做一次秀 这只是开始而不是结束 你说之前脱线是因为生意困难 虽然分开只有几个月 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的两家奶茶店 资金压力突然那么大 但你毕竟作为孩子的父亲 我也不去追究什么真正假假的 意义也不大 祝你一切顺利吧 过去受到伤害都是事实 但是人呢不能总在 不幸中停滞不前 生活好不容易逐渐走上正轨 希望能够和家人过上平静和安稳的日子 不要被不必要的打扰困扰 最后发自内心的再感谢下我的粉丝姐妹们 感谢你们一直在替我和孩子发声 现实中我们互不相识 但你们的知识让我感觉到温暖 看我 看我帮帮的 慢点 慢点啊 中文字幕——YK